如果你喜欢中医,文化,健康,养生,友善想关注我们,这里有趣,不简单,人即人于先天,就是我们与生俱有,不需要后天训练,就有的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自调节能力。 例如,体内体外影响人体血压的因素,至少有一二百种,但是我们人体不需要向身体发号施令去调节血压,它自动就能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,人神可以解释为万神之源。 人体各种神都和它有关,出现了跟魂破亦破智的病,出了相应的脏腑,如肝藏魂,肺藏破等,还要关注下心藏神。 因为君主之官,生理上朱明则下安,所以心主宰人体活动,生命活动的前提是,越清静状态,它对人体的调控能力就越强,即原神不受的干扫,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,调控五脏六腑,调控五脏神,然后调控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。 反过来主不明则十二关威,我们以一个病作为例子,颠选到发作的时候经常出现,的症状是突然昏倒,不省人事。 那是生命之心出问题了,还会见到什么伴随症状?最常见四肢抽搐,牙关紧闭,那算中医哪个系统? 肝,肝主经,口中如做猪羊叫,发出声音哪个在俯管呢? 肥,口吐白沫,皮在叶味咸,二变失禁,肾四二变,生命之心出问题,四个脏气都有可能出问题。 当然觉得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,临床上不见得每个病各脏症状,都会同时出现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